你在经营一个公司带领一个团队 或者是自己在过生活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好像有点看不太清楚 未来长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以公司的角度 如果你没办法清晰的刻画 你的未来 比如说至少在三年的情况 这个未来长的什么样子的话 你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所想要招募的人 也看不懂他的未来在哪里 他说老板我跟着你混 我的未来在哪里 他看不到 那如果你是带领一个团队的话 你可以想象的到你的队员 你的团员他们也没办法 很清楚的往这个方向一起前进 而你可能只有你自己看得到这个未来 然后你就会自己往前面跑 但是你的团员们 你的队员们就没办法跟你往前跑 再者如果你是自己在过生活的话 可能还好 虽然你不一定那么看得清楚未来 可是你可能觉得有个方向 大概在那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个工具 可以让你非常的清晰 像一个水晶球一般的看到你的未来的话 那么对于你的公司在招募人才 或者是在维系人才留在你的公司里面 又或者是带领一个团队的时候 让团队能够跟你一起 就是往前冲 那作为一个个人来说的话 也能够非常清晰的刻画自己的目标 然后一步一步踏实的往前走 这样的工具对你会不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呢 如果你对于这样的工具有兴趣的话 请DONATE我1000块 然后我马上跟你分享这个工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啦 如果你对这个工具有兴趣的话 请继续看这个影片 然后你就可以学到 如何的帮自己打造一个清晰可见的未来 Let's go intro Yeah 这边是intro的部分 Hello 大家好 我是瑞波阿伯 好我最近发现我在做一些影片的时候 不会特意的开场 我想试试看就是 反正大家还不会在乎这个老人是谁嘛 反正就是讲内容就好了 但是偶尔还是要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吧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工具呢 英文叫做Vivid Vision 好那你也可以去Google去寻找这个相关的资讯内容 那这个影片呢 我想帮大家带入这个门 因为我自己用的这个工具已经用了三年多了 然后我觉得非常大的帮助 我的公司呢 真的有按照我当时所刻画出的未来 一步一步的走 那当然我的未来当时刻画的是更远大的 那现在还是 还是没有完全的到达 但至少我个人是觉得满意的 那今年呢 我又同样的做了一次同样的这个exercise 叫做Vivid Vision的exercise 然后设定了2024年Transvist 我的公司应该达到什么样子的状态 Vivid Vision这个工具呢 它没有非常好的中文翻译 因为我今天尝试想要看看说 这本书是有被翻译过 还是有没有人写过这个内容 但我发现都没有 好那所以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 Vivid就是清晰可见的好不好 就是清晰可见的 Vision就是视野 所以简单硬翻它的话 就是一个清晰可见的未来视野 所以在做Vivid Vision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都是以三年为个周期的 好那为什么是以三年为周期呢 因为人通常会远远的高估自己一年里面可以完成的事情 而远远的低估自己在三年可以完成的事情 其实三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而你能够完成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在做这个Vivid Vision 给你自己三年的时间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大胆的更勇敢的去做梦 去把自己未来刻画出来 那么一个好的Vivid Vision应该有哪些区块呢 第一个区块就是Snapshot 就是一个精华区的地方 就是我还没读后面 我只要读这个精华区呢 我就可以快速的知道 这个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是一个Snapshot 好的Vivid Vision呢 你要写的非常的清晰可见 因为名字就说到清晰了嘛 他读这个时候很有画面感 他可以真的好像生力其境 就是你坐着时光机到达未来的这个感觉 好所以这个Snapshot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你的核心的理念 核心的价值观非常的关键 因为我刚刚有说 Vivid Vision呢 是写给现在的团队 现在的员工 或者是未来可能的员工看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沟通你的价值观 你所注重的事情是哪些 那么对于招募呢 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你可以招募到对的人加入你的公司 下一个呢 你可以根据你工作的文化来做描述 比如说Transpit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 所注重的是一个 远端跟办公室混合的一个工作的模式 而我们工作的状态呢 是非常的专注 但是我们非常着重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把每一个人当成extended family 就是额外的家人 不是额外 就是远亲的概念 在看待 就是我们会用更大方的心态 看待每一个在我们身边工作的人 下一个区块呢 也可以描述你工作的场域 那因为我们自己的想法是 我们未来想要做 就是几乎是都远端的部分嘛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实体的办公室 那我们目前所设计呢 就是在马尼拉会有一个专门做video production 做影片影视制作的 因为我们做电商公司嘛 我们需要帮产地拍影片 帮产地拍照片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studio 未来能够在马尼拉 让我们能够随时使用 不过现在很难啊 现在因为这个 如果你在看这个影片 现在在看的话 我的粉丝们 你就知道 因为现在是在马尼拉的covid 也很严重 所以lockdown 所以这个计划呢 可能要在明年 我们才能开始可以启动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希望在台北 有一个好的商业的中心 在这边我们能够提供 电商跟跨境电商最新的资讯 给所有人这样子 然后我们未来潜在的客户等等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办公室的规划 那Vivid Vision呢 下一个你就描述你的团队的架构 就是你的三年之后 你会有哪些团队 然后他们会各自负责什么样的事情 你可以描述他们工作的状态 把他们最酷的那一面描述进去表现出来 那举例来说 我就希望我自己三年之后 还是公司的CEO 然后能够着重在公司的策略 跟他的视野的发展 确保公司没有在这个时代的变化之中被淘汰掉 这是我自己也自己的工作描述 你可以针对你不同的部门 然后跟一些重要的高阶的职位进行一些描述 下一个区块就是你所提供的产品跟服务 你可以一开始先简单的描述一下 你所提供的产品跟服务 可能是包含哪些范围 然后接着去描述你所提供的产品跟服务 跟市面上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 有什么样的竞争性 当然阅读你这个人 其实有可能是潜在的客户 对不对 因为这个文件其实是要公开发行的 所以这个公开的文件 你的潜在的客户看了也会觉得 哇很兴奋 觉得你们在做的事情真的很酷 因此而就变成你的客户都有可能 好那聊完产品之后 你就要聊最重要的就是 行销与销售了 就是你好的产品 如果你不能做好的 行销跟销售的话 对于没有产品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清楚的描述 未来你的公司的行销跟销售 到底是怎么来的 是透过广告来的吗 还是透过口而相传 口碑介绍 透过案例而来等等 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清新的描述 你就对于公司的增长 会更有明确的想法 下一个区块 可能是我们自己公司特有的 可能跟我们类似的公司也蛮适合的 就是投资的区块 我们花了非常长的时间 打造了一个数位行销 电商行销的机器 而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是 让这个机器是能够为自己所用的 其实这个整体的过程 就是我们非常努力的 做了一个行销的公司 帮别人做服务 但是其实我们背后的野心 一直是想着有一天 当我们能够创造自己的商品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器 可以为自己所用 所以我们在打造这个机器的时候 都是用最高的规格 替客户所思考 能够帮他们做的事情的时候 也是用最高的规格在规划的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行销公司的时候 通常都不太赚钱 因为我们都想的就是用最好的东西 就像你今天如果盖一个房子 是要自己住的 跟你盖一个房子是投资 或者是想要转卖的 你在做这个房子 在挑这个建材 然后再思考设计 或你花时间去跟设计师沟通的时间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自己花了钱去投资三个品牌 在今年即将一个一个都上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三年之后 我们也描述了这三个品牌 我们所投资的 应该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下一个就是财务的状况 一个公司如果不赚钱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前几年没什么赚钱 如果不赚钱的话 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罪恶 所以当然我们也希望 就是三年之后 我所刻画所想像到的Vision 是公司很赚钱的状态 所以我也描述了公司赚钱的状况 然后他的财务的模型 应该长怎么样子 在这里我还推荐给大家一本书 叫做Profit First 获利优先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所有创业者都应该去看 他所描述的一件事情 就是传统 大家都认为 你的收入减下你的支出 才等于获利 而收入优先的作者 却提供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方程式 是收入减去获利等于 你可以花的钱等于你的支出 如果你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的话 你就能确定你的公司 能够长期的保持获利的状态 所以在这区块里面 我们也用这样的模式 从你去思考我们公司的财务 在三年之后应该长什么样子 而最后一个区块 就是创办人的心情 跟创办人的感受 你要了解 其实一个公司说实在的 他真的是一个创办人的价值观 他的心血 然后他的灵魂 所整理出来之后 所成为的一家公司的状态 所以创办人的心情怎么样 或者创办人的思想怎么样子 就决定了这家公司整体的状态 所以在VivaVision这个区块 你所要描述的是 你自己作为公司里面最重要的创办人来说 你的心情的状态 或者是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子 我所最注重的呢 就是快乐跟开心 还有正向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常常在Mindset Monday里面 所跟大家聊的东西 这也就是我个人的指南针的东西 所以在最后一个区块呢 我大力的描述 我对这件事情的观点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吸引到正确的人 或者是 比如说有些人看我这样讲 他觉得不舒服啊 这世界上本来就是有很多问题的 凭什么开心 哪有什么好开心的 开心的批 如果有这样子的人 他就觉得这家公司我不想加入 那也非常好 因为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沟通 去避免了一个错误的相遇吧 应该是这样子 好了以上就是我如何使用Vivivision 就是清晰可见的未来蓝图 有没有这个中文名字变得比较好 来打造就是我们公司 所想要做到的事情 在这里底下呢 我也可以放一个连结给大家分享 虽然这个梦想很远大 我也很清楚知道我们现在离我们想要达成的地方 还有很长的距离 不过呢 我觉得梦想这件事情就是你不用怕别人笑 而如果别人不会笑的话 就代表你的梦想可能太无聊了 可能太无趣 可能太小了 所以我非常大方的呢 把我自己公司的Vivivision 放在底下的连结 让你们可以参考 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跟我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帮你的公司 或者帮你的团队 或帮你自己做出一个所谓的清晰可见的未来蓝图的话 你可以看看我的 然后参考一下 就能够一样画葫芦画出属于你的蓝图啦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帮我的影片按赞 我们就在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